当熟悉的卡通形象一本正经地穿越到中国古画中会是什么样子 近日在北京一个名为时光记的画展上展出了30多幅这样的画作 这些作品整体有古画之风 有的作品大有千里江山图的青绿山水之感 有些作品又仿佛沿袭了富春山居图中水墨山水的笔法 有的画作甚至看起来和明代会画大师求英的古画差别不大 但当你走进戏看就会发现这些古画有些不同 在这幅山水画中轻松绿白演映下 一个戴着斗笠穿着古装的卡通形象蓝胖子闲座古亭中怡然自得 画作的题名更加直白叫蓝胖子之高山流水 在另一幅颇显古朴的水墨山水画中 一位古人竟然做出了现代人打高尔夫式的挥杆动作 而在这幅山水画中除了苍山野鹤外 竟然还出现了一艘卡通版的黄色潜水艇 这些带有明显当代气息的古画都出自80后艺术家王鹤之手 与此同时他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术画临摹复制记忆传承团队的一员 随着岁月的流逝它慢慢都会老化分解 所以不管你对它的保护有多好多完善 你只能说延缓老化的过程你不可能终止它 所以对于古人来说他也是通过书画复制的手段 让古代的书画能够让更多的人甚至后人子孙后代能够看到 2008年王鹤开始从事古代书画复制工作 随着经验的积累他自身的艺术表达欲望和创作的想法也渐渐萌芽 因为你复制嘛就要一模一样和那个原件尽量做到一模一样 这样你才能最真实的还原原件的那个效果 但是当你积累了一段时间觉得相对很多东西相对熟悉了以后 你做一个年轻人你很多时候你说那我除了我工作这块 我可能还有我自己自身的一个表达的艺术表达的一个欲望在 这个东西就像一个就像冒了一个泡一样 正是这种表达的欲望让王鹤创作出第一张带有穿越色彩的作品 他将很多人童年记忆中的卡通形象蓝胖子画进古画中 一次偶然机会他把作品发到网上却得到广泛好评 他发现用这种方式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到古画 于是他开始用捐作画 在创作中使用古代作画技法 王鹤说自己的创作初衷是希望以画作为桥梁融通古今中外 通过一些现代元素的一个挪用 或者有些意向的挪用 我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桥梁 观者通过这个东西 通过这座桥走入到传统的这种中国绘画样式当中去 然后从而有兴趣 然后有耐心的去看画去欣赏它 如今这位90后一面尝试现代叙事 一面坚守传统技法 他说中国传统古画中上千年的历史积淀 是创作的最好养分 鼓励自己创作出更多新的作品